大家好 我是這一個活動的主持人于凡 我現在在民間自改會工作 我講一下我跟哲伍的淵源好了 我是2010年哲伍剛開始的時候就有參加哲伍的活動 那時候就是青凱還有申釉就找我去講法官法 然後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時候我的地點還在師大名點 我忘了那個地點喔 然後那一場就是來了五個人 我們就這樣輕彈到12點多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再來就是今天再來的時候 哲伍已經發展到台北 台灣各地 然後好像還有歐洲 就覺得這個台灣的社會真的不太一樣 那今天其實我們設計就是找了這三位韓人 其實是有一個想法是不太 今天不太想要從很法律的層次來講徐志強這個案件 我們想要從一個不是 如果你不是一個法律就是很了解法律的人 你不是很了解冤案跟法律關係的一個所謂法律素人 那你跟冤屈這件事情的 你的冤屈這件事情在生命上的連接點是什麼 那俊雄跟小記他們對於徐志強案這個冤案 在生命上的連接點又是什麼 這個是一開始為什麼 我想找這兩位與潘人來聊這個事情 那他們都投入了很多 那當然今天最特別的是我們本身就邀請了徐志強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他的心路歷程 我想要講的是 徐志強案有很多 在台灣司法史上是唯一的一個紀錄 例如他有 因為這個案件有了大法官就死了 然後徐志強曾經是被判決死刑確定之後 改判無期徒刑後 然後又從開手所釋放出來 讓他可以陷在自己會自己的冤屈 然後跟大家說為什麼我是冤枉的 然後為什麼我的案件需要救援 他是應該是第一人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 那是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通過了一個刑事投訴審判法 以至於他可以出來 但是他現在以前一個判決來說 還是無期徒刑 當然我們要爭取的是 他是清白的無罪的 所以這個我必須要說 真的非常困難的是 他現在可以出來跟大家說話 因為我們律師團在每一次的開庭 我們當然都是抱著一個必死的決心 我們都把每一個庭當作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去拼這個案件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們因為現在徐志強在SKY會上班工作 那今年2014年跨2015的博力年的這個跨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了最後一場工作會議 講一下每個人新年的希望 就是你新年的工作計畫是什麼 那我們就開玩笑 我們就問阿翔說那你想什麼 然後他想一下就說我希望大家把我救出來 他忍進在外面 但是他的希望就是我們把他救出來 那其實當下我是非常 我覺得我們的整個開頭 也就是整個大家都好像是 應該是就眼眶都喊淚 可是我們就還是笑笑說 啊你不用玩樂啦 那所以等一下他也可以再多聊一下他的故事 那至於小季的話 就是小季是在2012年 阿強因為投書審判法可以暫時的釋放出來 那時候開始更拍徐志強的紀錄片 那等一下播放的就是他的這個十六分鐘的紀錄片 他的紀錄片還會再做一些調整 也可能發展成長片 或是做其他的版本 那小季也可能 我覺得小季可以多講一下 因為他其實除了影像以外 他對於救援的行動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有很多其他突破傳統的連署啊 然後把柄觀察這樣以外的一些想法跟行動 這個他今天也可以跟他再聊聊 那第三位就是俊哲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是廣目名人嘛 因為我是跟他在連出先認識之後 然後因為他呈現在我們資感會跟我面前的 其實是那種溫柔的一面 我後來去看大場花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他可以這樣罵人 那但是我不瞭解他的那一面 那我認識的他都是非常溫柔 因為他會跟我們說說 宇凡請你告訴我 今年資感會要做什麼 我就說你要幹嘛 他說因為現在他都幫我們免費做很多設計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網頁 就是資感會的內容 也他幫我們做 除了今天這個貼紙 大家有拿到就是這個 這一個紫色的還有這個版本 是他幫我們設計的以外 像我們的模擬配神法庭的圖案 也都是他們免費設計 他就跟我說說 你要告訴我今年資感會要做什麼活動 我才可以把他抬入我們的工作計畫當中 他是非常認真在看待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當然都非常的感動 所以再來在我心中他就是一個溫柔的人 那他除了幫忙資感會以外 也都協助FACE聯盟 還有願於平反協會 在做很多宣傳的手冊 所以他其實也可以講講 為什麼他對於我們這些組織以及 許志祥案他有這麼深刻的感受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會先放紀錄片之後 請每一位談人大概聊個20分鐘 然後到8點之後我們開放QA 就今天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大家看了紀錄片後 對於這個案件的法律層面 或是說案件當中的疑點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比較想說我們留在QA的時候一起討論 對 那個大家可以移動那這邊也可以坐 那個後面這個位置 張成後面的位置 大家歡迎你來坐 因為那個有點看不到 對 謝謝 女人被判了一些東西 但是天晚上睡得一睡 從台北翻手之後走得出來 就是他第二個的小東西 在組織之前 還以涉入一間網票殺人難見 所以被判過8次死生 有許多人認為他是無辜的 因此在他出來這天前他生命 是否真的無罪 是否真的無罪 我們一時也會判斷 但我們決定認識他 他的名字叫 他叫他學姿強 學姿強 學姿強出來之後 路由常人跟他說話 最早聽到他說 許多inander 他指出上最後一間ners 那麼黠 Ooh 直接個人要查那些 Bewomas 但為什麼問 filed 剛剛開始接觸隨志強 常說自己不會講話 是不是怕露出破 relay 所以決定少說微妙 Tales 但徐志祥的媽媽話要比他多一些 徐志祥的父母30年前 在桃園的工業區經營一個小麵攤 徐志祥的父親話語很少 但他的母親卻很有生意頭腦 徐志祥國中畢業並沒有繼續升學 18歲以當兵前沒有懷孕 當完兵徐志祥也變成了爸爸 有了家庭耀陽 用了家裡成年的積蓄 滿了一台大火車 徐志祥開始當起火車刺激 你怎麼會這樣斷? 沒有要斷 沒有要斷 我沒有斷 鞋子 車頭要斷嗎? 還會斷斷 那只要12萬元 剛剛不斷 一斷起來了 對 剛剛說在後來有什麼工作 怎麼做得多 那都很浪費 那只要3萬元 那只要跟他做事情 我們沒有找到去 後來,徐自強放棄了貨車的工作 改去經營仗養的檳榔攤 他的個性似乎挺保守的 他真的會是16年前 為了具合款項泛汗的嫌犯嗎 我們要去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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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什麼 要去做嗎? 我要去做這個 我沒有去做這件事 這是幾天 和我打算很重 坐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去做這個 我們要去做這個 這件事要做嗎? 不到呀,要去做這個 七天,十天 我這裡沒來 我就找到十天 夫妻兩人為了經營檳榔攤 每天從早上六七點開始幾乎形影不離 卻沒想到經營檳榔攤不久後 發生了一件改變整個徐家的世界 據嫌犯公稱他和另外兩名在逃 綽號阿強和大胖的嫌犯 因為經營店的玩具店失敗負債 才異想天安 綁架和他們並不熟 但是家境還算附得被害 不熟悉的 1995年9月1日 台北發生了一件綁架死票案 被害人是一位箭商 前段影片中 郭予阿強出來自首的人 是最先落往的黃春琪 而另外一位在逃嫌犯大胖 叫做陳奕隆 他是徐自強的朋友 陳奕隆逃亡一個多月後 10月22日在雲林被捕 被捕後他在公租 還有第四名嫌犯黃明泉 黃明泉是黃春琪的哥哥 他當時贊助在徐自強的經營宿 因為當時黃明泉很天安 他說美帝王子 只往那裡 他那時候想說 剛好你去往那裡住 要跟他邀請人家 王爺 他就說不然你就敢先來這裡住 陳奕隆 我們早期的譬如說 討論綁架的地點 就是在徐自強的租屋處 主賢是黃明泉黃春琪 連作案車輛都是徐自強的主件 因為他要12000塊10萬 我一直去騙 其實跟他要錢 他拿 先拿8萬兩萬 然後他就拿他的車子 帳戶幹掉 借了 幫我發完 就因為徐自強賣掉卡車有現金 黃明泉與陳奕隆分別向徐自強借錢 到了車管了管了陳奕隆 沒有了車也沒有了身份證 因此向徐自強提出協助租車的需求 當時他要用運動車 叫我搬他上車 我去幫他租車 第二次也是一樣 所以主要是 他先拿8萬來借 來管我 徐自強就因為租車與租屋 還有兩位嫌犯的指控下 簽連進這次幫助票殺人案件 這個案子殘送了十七年 就是因為有許多疑點爭議 其中之一 就是主樓到底是誰 陳奕隆落網後 曾說主樓是黃明泉與黃春席 但是之後卻又改口 這件案子是十四角大陸殘送的 提示條大陸殘送的 為何陳奕隆改變說法 我也沒有找到原因 掙扎卷中還有第二個疑點 就是徐自強9月1日那天 到底有沒有參與綁架殺人 黃春席落網的掙扎普通說 徐自強參與了9月1日的綁架工作 而且當天一起開車前往汐止的山上 但是之後徐家提出了9月1日 早上十點多 徐自強與老婆去熬園歸山遊居裡 前的不再成真名 黃春席被問到這個部分 被殺掉了 被網紅也被裁判殺掉了 殺掉了之後 他第一回事 隨後落網的陳奕隆 也改口徐自強沒有上山 而是下山去擦拭指紋 他們前後的說法為何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也找不出不安 而第三個疑點就是 徐自強是否參與了取疏的工作 綁架殺人之後 總共有兩次取疏的時間點 第一次沒有結果 第二次是9月25日在內裡的火車站 陳奕隆的離路中說 徐自強兩次取疏都有參與 而且第二次取疏的行機敗了後 是徐自強看見黃春席被捕 之後叫陳奕隆趕快逃跑的 但是徐自強卻說 他根本沒有參與 而且隔天早上 陳奕隆還來檳榔灘找他 陳奕隆還來檳榔灘找他 如果陳奕隆的說法是真的 徐自強自己應該也要逃亡了 但是他不僅沒有逃走 他與老婆去了內地火車站 把租的車子開回來還 天下沒有這種犯罪的 而且犯罪進去 把自己去DM 身體證 肉片駐車公司 等於是跟駐車公司的人講說什麼東西 不是犯罪人 這輛車子的 車子都要給你 請去叫警察來抓我 那這我們叫射擊病 從徐志祥的說法判斷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9月29日與老婆去了當高雄 他才看見自己的新聞 禮告的早上 今天我會去四點 我會去到莫名車站 我以前我沒有來發言戒就好了 因為各位我都沒有聲音 我們去車子要坐車 我會去到莫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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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 從報紙上知道自己變成了通緝犯 夫妻兩個人都慌了 他們趕緊回到桃園 在家人的建議下決定先不要出來投案 躲藏了近一年 metaphor 你們去到莫名車 會去到莫名車 我會去到莫名車 快來他聽音 妳可以去到莫名車 他們只能說我的音樂 如果說我的音樂 走在那裡 走在那裡 走到去 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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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離開你的音樂 根本就沒有想要 called 沒有 要 came 要 translated 吃幾天 你還要這樣嗎 好 要照我頂著來 有的 自己有聲音 照我拿出來 我還要怎樣 我頂著 我頂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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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不應該 你得不應該 你怎麼知道 是我頂著去 如果這樣 你已經頂著了 我頂著一頂 我頂著一頂 我是頂著你 我頂著你 那這頂 你頂著 讓我頂著 我頂著 你們頂著 很高 人 tro養照 找到 这一天暗示是刑事长把我帮助他 但刑事长为什么从头到他都表示没有不知道 他为什么都不成了 他也不把暗示什么都表示到呀 可以啊 其实我听到这里也傻掉了 似乎听不出来徐志强也在说谎 但是重听陈奕隆的法庭误音 他也是如此的有自信 我不知道到底谁在说谎 只好回到最关键的九月一日 民国八十四年九月一号 刚好是徐志强的儿子要上国小一年级 他们两夫妻就是要回来看他儿子上行的情形 刚才在那里面 他会说我妈妈会在那里 在那里面 他会在那里面 九月日还有另外一个人证 就是徐妈妈理发店的学徒 我中午回来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到那个美法院 徐妈妈开的这个美法院 我一进门我就看到他儿子的车 停在门口 我那时候第一个词诀 我就是想说他儿子回来了 因为我过当时假日嘛 我常常在门起来 因为我这一天公司要带来 要去趁门那中午也很大 才能带来这里 才能带来这里 那时候 你感觉你没了 你应该会叫我 然后再会做起来 陈一龙与黄春琪都说 徐自强一起参与了绑架 但是 徐自强 他早上六七点 都要载老婆去开槟榜 上午 上午 有夫妻两人 在游戏的不赞成证明 中午 有人证证明徐自强 会到什么妈家 没有 我跟他一起吃饭 下午 徐自强去租车 也有租车的证明 一下你整个反对 这么长的游戏 就要每天 早上有人 杀人 下午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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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在这里最主要的是我 relationships 都必须在赛 它在意味着什么 好吃 他在勒索 具有返向 的这个行为当中啊 仍然居主导的地位 所以 他的恶性 也是不侵 徐自强 共同 五萬女人勒索罪 要處無情同寫 並且是否供強終身 徐志強真的是罪大惡劫的蠢謀嗎 警察官除了租屋與豬車的間接證據外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證據 判定徐志強都先不及 台灣的法官不是在依證據判決 台灣的法官是有罪推定 互相抄襲 不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 我說這個案件 討厭我們對於電腹事務的信仰 同時也討厭台灣的罪憂 對於不對推定員 折騰我冠身了 有些法官是很重要的 今天會坐在這裡 這樣做梦 現在還會不在來相機 還不在死意 真的好像在做梦 很怕有一天醒來 一個在裡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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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